中超叛徒莫德斯特 天津权剑死前给莫德斯特下了追火令,先是在8月底用律师函下退莫德斯特前在下家,然后又在9月初通知莫德斯特一周内归队,否则法律制裁,现在,一个星期过去了,两道追火令也已失效,中超叛徒依然逍遥法外,晚起失踪,对天津权剑领回应,以放假的方式静静等待。 半年后的东窗,天津权剑则还没有启动法律制裁,截至目前,莫德斯特叛逃已超过一个月,在8月4日打完与河南建业的比赛之后就销声匿迹,返回欧洲之后,四处晃药寻找下家,先后与俄超、法甲、德甲、土超、西亚多支球队产生联系, 通过近一个月的游说,莫德斯特已经下定决心表定自己是自由之身,即便受到天津权剑的连续阻拦,他依然执意不回头,直言不会再回到中国,中超叛徒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,最关键的因素处在双合同。 权剑对此毫无办法,从这一个月双方的操作来看,双方各执一词,只有对付公堂才会有结果,这显然是天津权剑不愿意看到的,按照现在的态势,天津权剑通过东窗,将莫德斯特出售,止损才是最理想的结果,当然前提条件是莫德斯特要愿意与天津权剑接触重新洽谈解决方案。 近日,法国相关媒体透露,天津权剑曾试图让莫德斯特回归中国洽谈折中解决方案,减少双方的损失,但是莫德斯特无动于衷,并没有坐下来谈判的意思。 如此一来,天津权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,也暴露了俱乐部不职业的一面,为当初签下双合同而吃尽苦头,也证明了抢牛的瓜不甜。 莫德斯特加盟之初就存在隐患,此人贪得无厌,来中超前直言多进球就要加薪,并且声称来中超并非本意。 这种外援让人想起了巴里奥斯、特维斯这些中超失败外援,如今,最理想的结果是希望天津权剑能够完成逆袭,用法律制裁莫德斯特返回颜面,据让他轻松放假三个月,更要阻止他半年后中找下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